我做了12年 我經常跟街坊朋友說 我不是議員 不要說我是很尊貴 我們只不過是一個地區保障 很多民生事務我們才是要去做 有可能立法會是一些立法層面 有可能是一個更大的層面 對的 事實上大家都在看這十幾年 其實整個立法會都在變 大家都在鬥為誰夠激 現在如果當你推到區議會 我覺得是更加不理想 很簡單好像今天開會 大家去講或者看今天的議題 議程裏面 究竟有多少是地區事務 所以相對我會覺得 議員應該要去做的事 即是我們講的是區 應該第一件事 你一定是處理了區的事 做好了自己的本分 究竟地區事務是否真的 沒有一些事情需要去做 好像我們剛才說的武漢肺炎 究竟為何你會排到第十八項 為何不是一早聯署去上一些議題 要區議會快些去做一些物資下來 給到我們區的人 我覺得有可能他們把專注力 擺在一些政治課題 不講民生的事 反過來你區的事就慢了 市民始終我會覺得 在今次的比例都是六四 變相對現在40%的人 便會覺得很慘 因為他們很用心 知道有一些很幫得手 很做到事的 關注地區事務的人 輸了 那六成的人 有可能就在看 究竟我選了這班人出來 究竟他們在做甚麼 我覺得現在是很兩極化的 我很希望選了出來 真是知道區議員的責任 或者那個功能在哪裏 我們是一間諮詢架構 如果大家都不好好利用這個平台 大家和政府怎樣去磨合的情況之下 只是口號式去叫一些東西出來的話 相對將關係開始做得不好的情況之下 就是大家各企一邊 就越來越來 那個關係就越矮 變了你地區事務就越來越難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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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